好,各位美安乐环板晚安 我是网络中心的业务经理Alice 很开心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堂课程呢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后一个主题 好,这个月呢 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活动的四周的课程 那不管您前面的课程有没有参与呢 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持续的下去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规划是30天 那30天我们有不同的主题的一个训练跟学习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 很简单 其实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个概念叫做陌生开发 好,我想在台湾啊 有很多伙伴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机会去做陌生开发 陌生开发的定义并不是说 你就是去找一个你不认识的老板 这只是一种其中一种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是可能人家是转借给你的 你这个老板在过去完全不认识 他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人家转借给你这个名单之后呢 你还是要重新的去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话数 好,一样的我们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不管你这四周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算状况不好 那我们还是要重新来检讨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 所以没有人一生来就会失败 一切都失败在你没有计划 所以重点就是你要先想好到底接下来下一个月开始 你要怎么样去修正跟调整 那这个月的课程呢 我们在三月份会重新的再来一次 所以到三月份我们还会有这样四堂课的主题式的训练课程 好,那其实在我们201的课程 如果伙伴还有印象的话 201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其实都已经会提到怎么样去做陌生开发 虽然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可能陌生开发对于网络中心的伙伴 尤其是新伙伴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我想其实难免我们在外面经营我们的人脉关系 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会遇到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 到底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你哪一些人是可能你需要重新建立关系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尤其现在像我们台湾人用脸书用的非常的多 好,那在脸书上面 其实真的你就会遇到一些可能过去的同学啊 同事啊,朋友重新的联络上 对不对 那甚至于像有时候我们在line上面 你也会突然遇到有朋友加你line 也许是你以前的 很久很久以前认识的同学 或是很久以前曾经曾经一起共事过的朋友 那这些人呢,就是你可以重新去建立关系的地方 因为你跟他之间可能经过了非常多年没有联系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的薄弱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好,但没有关系 他还是你的人脉 所以请各位伙伴试着重新联络两个新的朋友 那这两个新的朋友呢,应该就要是你 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在你过去你曾经认识过的伙伴 或曾经认识过的朋友 或是你重新在脸书上曾经遇到的一些这个朋友 好,那我们重新的跟他们建立关系 把他们纳入你的名单 然后呢,再跟他们呢,重新的认识 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来做什么 慢慢建立这个关系 好,所以呢,在名单建立的部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每天就说要做三页,对不对 每天要增加新的名单 那这个礼拜我们就来练习增加两个 过去你曾经认识过的朋友 但是后来很久没有联络的 这样子的一个重新联络的新名单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其实在经营事业 不管是经营超链所事业啦 或是像我刚刚这种情况 可能是这个朋友 很久很久没有联络了 然后他忽然出现叫你 或者是你发现 这个人好像很久以前 你曾经认识过他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们都没有再做联系 那这一些呢 也算是陌生开放 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 过去认识的这些关系 已经没了嘛 那有一种状况是 可能是你经过一些店面 或者是像现在 不是有很多商家 会在脸书上开直播嘛 卖东西 那也许你觉得他的商品不错 好,那可以介绍到我们的伙伴计划 或者是你觉得 这个老板在经营的这种行销方式 你觉得还蛮有趣的 你想去认识他现在在做生意的方法 好,不管怎么样 这些人就是你的陌生人 陌生人就是我们讲陌生开发 好,那陌生开发 他其实最容易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这样上面讲的 他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因为对方不认识你 好,我举个例子 像大家一定会常接到电话行销 对不对 信用卡公司 银行他就会打这个名单 打他的这个客户名单 然后打电话来问你说 我们最近有这个贷款 你有没有需要 好,我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你如果做陌生开发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好,那你不会喜欢人家打电话来跟你推销 所以别人也不会喜欢你打电话去跟他推销 所以呢 他容易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当然第一个你跟对方之间没有关系建立 第二个你要讲的内容不是他想要听的 甚至于他很清楚的知道 你就是要来请他买东西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一般人都是非常容易的去拒绝你 好,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陌生市场里面建立人脉 不是要去做电话开发 好,也就是说 你去认识这些陌生人 让他们能够来跟你做朋友 你先了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再后来 后续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样适合的话题 我们可以来跟他聊 好,那怎么做呢 其实我想陌生开发里面的名单建立 他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首先呢 可能各位有听过叫做三十法则 英文叫三十法则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国外呢 他们会建议就是说 你要认识的新朋友 应该是距离你差不多是一百公分之内 也就是你身边的这一些人 为什么呢 因为越靠近你身边的这些人呢 可能跟你之间的关系呢 可能会更更的 你可以更容易的去认识他们 好,所以如果你身边 你常常去一些朋友聚会的场合啦 或者是你常常被邀约去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 其实你就可以把握这个原则 围绕在你身边的这一些人呢 你都可以把握机会的去认识他跟他聊天 那底下呢 还有几个方法 比方说告示把拿广告活动社区活动 举牌或传单 好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想我们每天都要出门 对不对 好,举个例 如果说你每天习惯出门往左边走 好,就是那一条路是你习惯的路线 那今天你可以学习一下 你出门往右边走 怎么说呢 往右边走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广告 看到一些告示牌 甚至于看到一些传单 好,那你从这上面呢 你就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名单 也许适合你去建立他 跟他之间建立关系 那举牌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 其实像现在出了房地产广告 会有一些餐厅 会有一些活动 他会请人家在路边举牌 对不对 或是请人家在路边发传单 像这一类的呢 你有看到 你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你有拿到传单 你也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 好,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在陌生开发 可以去拓展名单的方法 所以不是刻意的去扫接 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伙伴跟我讲说 我去扫接 就从我家楼下开始扫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如果就算你要扫接 那后续你拿到的名单 我们也要做一些功课 你才能够达到一些比较好的成效 好,那我们记得 我们今天在讲的就是 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陌生开发 因为其实老实跟大家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有处理到一些案子 那这些案子会产生纠纷呢 我发现几乎都来自于陌生开发 好,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 陌生开发这些老板并不认识你 他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呢 你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薄弱 所以呢 在后续在服务的方面呢 在认识对方的方面呢 其实我们要下更多的功夫 而且我们要做更多的这个 后续的这个追踪等等的 去建立别人信任你这件事情 好,所以首先呢 你在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自己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是表现得像一个销售人员呢 还是你是来了解 他是怎么做生意的 这个差异性在哪边 其实老板都很聪明 你如果要卖他东西 他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所以呢 当我们在做陌生开发 在做关系建立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像一个上门推销的推销员 这样其实对你自己的形象 而且让对方感受到的部分 其实不一定会很好 再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为什么来这里 你想要做什么 好,为什么呢 你讲的内容跟你表达出来的样子 会关系到下一点 这个老板会想 我到底要听你讲多久 我什么时候要请你离开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接到这些电话行销的部分 你没有需求 或是你正在忙 或者是你根本觉得 常常接到这个同一个推销员的电话 你就觉得很烦 像,不好意思 举例来说 像我自己上班时间 我接到这些电话 其实我在忙 我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听这些东西 那我就会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忙 那对方可能就说 那我什么时候方便打来 好,那其实我可能下句话就会说 不需要了 因为我正在忙 我根本也没有时间去想 你什么时候可以打来 好,等等的 所以像这些呢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想 当你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对方说了什么 你会感觉到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或是你会做什么样的行动 那你如果不希望对方对你做出这样的行动 那我们自己可能就要去修正 我们去跟对方讲话的一个方法 好,那重点就是在于 我刚刚讲了 其实陌生开发 不管是对方跟你原来就认识 还原来就不认识 还是人家介绍给你的 重点都是在于 你要去跟他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的目的就是让对方认识你 喜欢你 信任你 好,各位伙伴要记得一件事情 做生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对方要能够信任你 对方如果能够信任你的话 其实后续我们在沟通上面 其实会对你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注意 好,那该怎么做呢 重点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过去跟人家接触的时候 首先你自己看起来体面吗 友善吗 正派吗 有趣吗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其实有时候啊 我们去拜访顾客 或者是像我们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你也不用穿得太正式 为什么 你穿着正式一副出现就是 我就是一个销售人员 我就是一个销售人员 其实这个啊 有时候会对一些老板来讲 会有开始有一些戒心 有一些防备 因为他就觉得 你衣服就是要来买我东西的 但你如果是一个很轻松 很自然的态度 甚至于穿得很休闲 甚至于你是在 有家人陪伴 或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样子在聊天的时候呢 其实对方他的戒心 就会慢慢放下 因为他就知道说 你看起来不是刻意来找我的 你是刚好可能带小孩来附近啊 或是带小孩来参加这个活动啊 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出现在这个活动场合 你顺便跟我聊天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能要准备好 就是你要跟他聊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他对方可能会问你 你是谁 你住在哪里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等等的 好 所以要准备好这些答案呢 你就要自己先想好 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你如何去帮助对方 你自己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你可以跟谁交谈 好 所以重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 其实在参加这些活动 或者是你试着要去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体面不是说 你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正式 穿西装打领带 然后女生可能要穿套装高跟鞋 这是不需要 重点就是你的外表要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让人家感觉到很容易清静 而且觉得你这个人看起来蛮友善的 而且看起来是一个有趣的人 好 这样的一直去强调跟就说 老板我跟你讲你的东西非常好 你可以放在网路上卖 好千万不要这样子讲 这样子的老板就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了 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说 你现在办这个活动还蛮有趣的 那你最近这个怎么会想到要办这样的活动呢 那个活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较侧面的方式 去跟对方做一个聊天 好 那很多时候我想在这四个礼拜当中 我们非常重视的跟大家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啦 跟大家来分享说到底应该要怎么聊天 好 你会发现如果有重新重复去听我们先前课程的伙伴 你就会一直发现我们一直在讲聊天这件事情 好 聊天呢 它是有些方法的 好 所以一样的 如果今天我们要做陌生开发 我们要做陌生市场的这个经营 我们也要正确的去聊天 好 怎么聊呢 你要说什么呢 当然可能一开始你在跟对方聊天的时候 你会提到说 我是谁 我刚好来这附近 或是我刚好在住在隔壁 那我刚好走经过你这里等等的 就是这些都是可能你在前面一开头 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说的部分 那最后呢 可能对方会问你说 原来你是住在隔壁啊 我是刚开的新店家 或是等等之类的 好 那你就可以开始 如果对方开始跟你聊天了 那你就可以明确的表达 你为什么在这 你可以告诉他说 对啊 其实我们隔壁这个 我举个例 比方说隔壁开了一家新餐厅 好 你有一天路过的时候看见 那你进去跟这个老板聊天的时候 或是你跟这个服务员聊天的时候 你可以说 对啊 我看隔壁这边的这个店面空了很久 你们终于来了 那我们在住这附近的人 终于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 好 那你就会开始跟他聊 他最近他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店面的 那他是卖什么样的餐点等等的 好 那当然也许在适当的时候 你可以提到说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好 那如果说你觉得适当的这个时机点 还不太对 那也许你可以不用上面 不用利用我们上面讲的这个方式 我协助餐厅利用线上方式 导入更多客流 这听起来蛮奇怪的 好 所以你要看这个时机点 还要看当时聊天的一个状况 来决定你是不是要开始讲这个部分 还是你还是继续的去了解他现在生意的状况 或是他这家新的餐厅提供哪一些服务 好 那到后面呢 你可以告诉他说 今天跟你聊得非常开心 不过我现在要赶着去接小孩 那还是说有机会呢 我再回过头来 明天我带小孩来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们家老板聊一聊等等的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后续的一个结尾 那甚至于呢 也许在最后的 也许这个是 最后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比较像说 也许你遇到的是一个守门人 像我刚刚讲 你如果遇到这个餐厅 他可能是餐厅的服务生 然后他希望呢 你去他餐厅用餐 好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哦 其实我现在啊 就赶着要去接小孩 那还是说 如果你的老板什么时候有空 我可以来跟他聊一聊 或是看看 你们的这边的生意做的怎么样 好 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些方式 跟一些方法 那当然不是说 我们把这个话数全部抄下来 然后照着念 当然不是这样 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 跟当时的这个聊天的这个情况呢 把这样的一个对话呢 做成比较属于你自己在讲话的一个方式 这是为了一个比较自然的方法 好 那或者是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可能 据刚刚的例子 你可能跟餐厅的服务生在聊天 他可能在门口发传单 你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 那你可以在临走之前呢 你可以说 跟你聊天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哦 所以你在这边才刚来上班 刚来上班吗 或者是说 也许你他这个服务生在这个餐饮业工作了非常的久 那你可以跟他说 哦 原来你在餐饮业工作这么久 那你应该很了解餐饮业的这个生意的状况 对不起 生意的状况啊 或者是说你很了解这个餐饮业营运的一个情况吧 好 那你觉得你们这个新店刚开 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需要做宣传的啊 还是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可以改善等等的 以上这些例句呢 并不是把它用在全部用在同一个地方 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呢 去做这些例句的运用 好 也许你现在是在跟老板直接聊天 也许你在跟老板家人聊天 也许你就像我刚刚讲 你可能是在跟服务生聊天 好 所以跟不同的聊天的状况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到适合你运用的字句呢 去做这个去做这个聊天的开头或结尾的部分 那当然到最后呢 你还是要谢谢他给你这么多时间让你跟他去聊天 好 然后甚至可以告诉他说 如果有机会我再绕过这边的话呢 我再来找你 或者是再跟你们老板聊一聊 看一下你们最近的菜单 或是看一下你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有哪些 那我再带我的家人过来做这个消费 好 后续的部分呢 就是要确实跟你如果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真的就是双方面都非常的愉快的话呢 你就可以告诉他说 哎 下次其实我们可以再见面聊一聊等等的 好 做一个确实后续的一个跟进 好 那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打电话去 好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 有朋友介绍我们案子 好 我现在举个例 比方说是人家转介我们的 那我刚刚说了 其实就算是转介人名单 你跟他还是要做关系建立 而且转介的名单并不表示你一定可以做成这笔生意 但是呢 你可不可以有这个人脉 你会有这个人脉 好 所以呢 不管是什么样情况呢 我们就是以一个交朋友拓展人脉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怎么说 好 比方说这个是一个转介的案子 那我跟大家举例 你可以跟对方讲说 你好 我是某某某 然后呢 我是这个可能是某某某某某某小姐或某某先生 介绍我来的 好 那不晓得说你现在有空吗 还是说我待会再打过来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让对方知道说 其实这是一个礼貌 然后就是说让对方知道说 你现在打来要找我讲事情 可是不一定觉得我现在是有空 因为有时候人家接电话说 他不一定是现在是有空的 好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我知道你可能现在很忙 不过我打中电话来 是因为谁告诉我 你需要做什么样事情 他建议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好 那甚至于呢 你打电话去邀约的时候呢 见面 也许对方会跟你讲说 对啊 现在可以啊 现在可以讲话 那你可以告诉他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如果我说你现在方便说话的话呢 那还是说 我们先跟你约个时间 然后呢 我几月几号的时候呢 过去找你 我们大概花个一个小时 我来了解一下你们公司运作的状况 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 那顺便了解一下你的想法 好 所以 这些都是我们在电话上可以运用的方法 好 甚至于在电话上 像有时候我也会跟商家问一下说 他现在有没有网站 或是他现在做的怎么样 那他怎么知道 我们这个shop.com平台 我甚至于会多问到这一些部分 好 所以像有时候在电话上呢 你还可以再多问一些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如果他有空的话 那如果他没有空的话呢 这些问题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等到你们见面的时候呢 记得把它拿出来聊一聊 好 然后顺便进行安排下一步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要记得 做陌生开发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商家每天都会不停的接到来自于各行各业 跟他产业有关的推销电话 好 那你如何让对方不要拒绝你呢 重点就在于你要与众不同 并产生属于你的价值 对方才能够 才会继续跟你聊天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如何去铺陈跟接触 也就是从前面 你开始怎么跟人家铺陈聊天 到最后 你怎么样跟他邀约 有机会约到一个会谈 或是一个见面的时间 进一步的去聊他的想法跟他的需求 好 那我觉得在这六个步骤当中呢 第二个这个不要担心他们在想什么 很重要 因为其实 过去有一些机会呢 我在帮一些伙伴做call ring的时候 很多伙伴都会想说 那老板问我这个我会不会答不出来 老板问我这个我会不会答不出来 好 我要跟大家讲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先不要担心 因为你知道 你要知道你准备100个答案 老板有可能是问你那101个 你没有准备到的事情 所以与其是这样呢 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 你不要担心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可能会问你什么 重点是你准备好了没 怎么说呢 从我们前面讲的你有没有想好 你过去的时候要跟他说什么 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好 你过去的时候 你准备怎么跟他开始讲这些事情 这些部分是你可以练习的 那平常的时候呢 我非常非常的建议各位 我们要多了解外面业界的资讯 多读一些不同的这个书籍 以及了解现在外面的这个业界跟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一些都是你在聊天的时候可以提到的事情 比方说你对这个财经的部分非常的有兴趣 或是你现在对我在关注一些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 甚至于关系看到一些行业在做什么 我举个例子 像前阵子 我注意到一个新闻 卡蒂尔大家都知道吗 一个高级精品的品牌 你知道卡蒂尔现在也要在网路上买东西 那我听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 为什么这种精品他会想要在网路上做电子商务呢 这个我就想要去了解 那你看哦 如果我知道这个高级精品业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哪一天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高单价商品的商家 或是被转接到的话 我可能就可以拿这个话题 拿这个新闻话题来跟他聊 那其实这个会 这个会有什么影响 我可以跟大家讲 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些 平常就有在收集这些相关业界的资讯的时候呢 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跟老板聊天 其实老板就会发 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哦 其实你都有在关注这方面的资讯 好 虽然你不是一个工程师 你不是个网页设计师 但是你知道怎么做生意 你知道这个业界 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你甚至于会告诉他一些很好玩 很有趣的消息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卡蒂尔现在要做电子商务 但你如果跟他聊到这件事情 他可能会说哇真的哦 怎么这么有趣啊 这么高单价的东西也在坐购物车 好等等的 好所以呢 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呢 其实是我比较想要拿出来跟大家谈 就是不要担心他们在想什么 除了刚刚我们讲 你在去跟他聊天之前 你要先想好 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要先准备好内容之外 我们自己平常其实就要做功课 你比方说早上起来一个小时 你在吃早餐的时候 你就可以滑手机 滑手机不是看脸书哦 是要去找现在的这个各大媒体的新闻里面 有没有跟电子商务有关的 有没有你想要关注的部分 有没有你想要了解的行业的发展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等等的 去了解这些东西增加我们自己的知识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在聊天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一个帮助 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再来 好当我们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清楚的描述 就是你要让清楚的对方 清楚的让对方知道你在做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好尤其是如果说你在跟对方 想要谈伙伴计划的时候呢 你更要跟对方表达清楚 好网站跟伙伴计划 它是两件事情 它可以是相辅相成 它也可以是两件无关的事情 好举个例子 这个部分就跟大家用这个方式来做说明 好那甚至于呢 到后面你安排了会谈之后呢 第六步什么叫制约 制约就是你要确定对方会出现 好因为有时候呢 你跟对方约了 对方可能临时有事 或是临时有什么样的安排 那约好的事情呢又取消 那有时候呢 因为这样一而再再而再的取消呢 你就会慢慢发现 哎可能你已经找不到时间 或找不到机会跟他去做一个碰面 所以当机会来的时候呢 你就要确定好对方能够跟你碰面 好那怎么去确认呢 其实我觉得打电话去确认呢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或是做一个提醒 好比方说 你现在可能跟这个商家约了礼拜三要碰面 好那你就在可能礼拜一的时候呢 或是礼拜二的时候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这个老板说 哎老板提醒你我们礼拜三 呃有几点钟有约 好那不知道你那天是不是有什么样其他的行程 还是说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安排 也许我们需要再做调整的 好做一个确认会谈的动作 甚至于做一个制约的动作 也就是你先发制人的告诉他 哎其实哦我也很忙 好那如果说你这个临时取消 或是临时不能出现的话呢 呃可能对我们彼此来讲都蛮麻烦的 那所以呢我想确定一下 哎你那天一定是一定是OK的吧 好或者是我很期待跟你见面等等的 这部分我们叫做制约 也就是你自己先讲说 哎对那天我们就是会碰面 好给对方一个这样一个制约的一个动作 那有时候对方就会知道说 哦对对对其实我们那天是要碰面的 好等等 好所以呃这个先前确认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好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各位伙伴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 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时间运用在正确的事情 对的人身上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提供给大家话数的部分 好那一样的其实这个话数呢呃早上美国在上课的时候呢呃我其实把这个话数变动成为我觉得在台湾我们比较自己会讲话的一个方法啦 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英文的东西有时候翻过来可能不是那么的顺畅好那但是我觉得这边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举例来说像第一个例子就是哎我打电话去的时候这是一个打电话的情况好那如果电话接起来呢对方没有说他是哪家公司因为大家知道有时候你打电话去某一些公司对方的那个总机小姐会直接电话拿起来说哎没在台湾公司您好这样子 啊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怎么办你可以问他说哎你好请问这是某某某景观设计公司吗好 好那对方可能是服务生好或者呃对方可能是这个呃柜台人员那他你就可以告诉说哎呃我我是我我姓什么好我姓陈我是陈小姐 那我上个礼拜呢其实在某个地方有看到你们公司的车子那我正在找一家景呃景观设计公司不知道说你们公司有没有人可以让我了解一下你们提供的服务好 好这就是一个基本简单的一个话术好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在那个开发名单的时候不是有讲吗你也许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告示牌会看到广告会看到什么呃部分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公司的车子外面就会喷上他们的电话他们的网站对不对好像这一些呢如果说刚好常常出现在你身边范围的这些呃电话号码或是网站或公司名字你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好 好再来呢这个第二个方例就是你现在有空吗还是有事在吗还是我待会再打来好那这个就是让对方知道说呃你现在呃先问一下对方有没有空因为我们刚刚讲如果他没有空他是不会有心情听你讲这些事情好那甚至于你要跟他在约下次的时间也有一点难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保持我觉得就是一个保持礼貌性的部分了好好那有些时候呢其他的情况呢 这以下这些例子呢他有可能发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好举例来说好比方说你像我刚刚讲你今天出门走右边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店家呃在办一些活动你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也许正在这个时候你不是打电话去你可是直接走进去问他好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在办的活动 然后甚至于跟这个活动的人员呢做一个聊天好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哎我刚刚路过你们这边好那我发现哎你们现在有办这个新的优惠活动哎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现在活动进行了怎么样或者优惠活动是怎么做的好等等那如果说你有你有自己的案例我觉得你可以练习一下你要怎么跟对方去聊这件事情好那甚至于呢比方说哎像第二个下面这个例子他有可能是发生在这个呃 我们举例来讲也许是餐厅好也许是你一家你常常去的餐厅然后呢你去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哎他们现在在办活动好那你可以问他说哎老板你现在在办这个活动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哎那你现在办的活动成效怎么样我可以参加吗好那甚至于哎你可以问他有没有下一次的活动还是呃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样的活动好最近生意还好吗等等呢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可以聊天的一个部分但重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你的 你的聊天的点是在于你要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而不是去急着推销你有什么好那对方可能会回你啊也许你在跟对方是跟服务生聊天你不是真的在跟老板聊天那可能对方就会跟你讲说呃好啊那我可能需要跟我们其他的部门的主管或甚至于老板做报告这种时候通常啊我最常听到会发生在就是那种转介绍的案子各位没有发现有些转介绍的案子呢 对方可能会派出这个所谓的主管好或什么行销部门的这个人员好或经理来跟你做讨论然后讨论完了之后呢他就可能会跟你讲说哎呃我需要回去跟我老板讨论一下或是我可能要回去跟我的另一半好也许是他们是一对夫妻好另一半讨论一下好那这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当然就可以说哎可以啊还是你可以帮我问问看老板的时间我也可以直接跟他做说明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有时候守门人啊你要观察他的情况有一些守门人啊如果说你愿意帮他跟老板讲他是更乐意的因为呃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表达的非常清楚那如果他老板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呢你可以跟他讲说哎其实啊你也可以帮我问问看老板的时间我可以直接跟老板聊帮你跟老板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这种情况之下守门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人有在帮我帮我解决掉这个问题我很害怕跟老板讲这些事情因为我怕我讲不清楚 等等的好那或者是说呢呃你在跟这个守门人聊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问问看他说哎你觉得你老板最在意什么地方还是你老板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想要做什么好所以呃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尽量的让他们讲让他们告诉你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好处就是我们刚刚讲你会意外的去发现到一些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好所以 这整个重点重点的过程呢就是跟对方交朋友好就是跟对方去交朋友好那其实呃在前两三个礼拜我们也讲过非常多次了就是说其实聊天主要就是在找出对方的想法跟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而不是急于的去告诉对方你现在想要做什么好好那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有也许是遇到一个守门人的状况你要怎么样去应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另外最早开始我们讲一个转接的情况 也许有新的朋友哎你过去认识的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他现在联络你了然后呢他跟你讲说哎其实我们公司啊有个部门可能需要做这个我可能需要做这个网站或做这个行销他帮你转接好那转接的时候一样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你要告诉对方你是谁好是谁请你跟他联络的为什么好所以我们这边例句就是你好我是谁谁谁是谁谁谁请我跟你联络因为谁谁谁希望 了解到你们公司在做什么好那如果对方说哦可以啊那我们什么见面聊吗还是什么的那你可以你就可以继续讲说哦其实如果现在电话上方便的话我可以直接跟你聊还是有什么专门的负责的人员或负责的部门呢我可以跟他联络吗好或者是呃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约个时间过去等等的好像这一些你就是根据你自己现在本身的状况跟对方的状况去决定你要直接跟他在电话上聊 还是你要跟他直接约会谈比方说你现在你也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你也没有办法在电话上跟他聊太多那我建议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问对方说哎还是有什么时候有空我直接见面跟你聊一聊好我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哦不管这个关系你跟他熟不熟是很熟的人是很不熟的人我觉得见面都是必要的好那其实台湾也不是这么这么大 大家到我去一个地方要可能要搭个飞机四五个小时才能到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呢见面其实都是聊天一个很好的关系建议的方法好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在第一次见第一次联络或是呃前几次联络的时候都可以尽量用见面的方式跟对方做聊天好那这边的话呢呃其实就是给大家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说哎也许对方可能性质一来他也许想在电话上跟你聊好那万一你这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准备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跟你聊天嘛对不对好就很意味的他说哎可以啊我现在可以跟你聊啊这样子那也许你可以跟他呃小聊个一两分钟或者两三分钟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很紧张对不对因为你想说糟糟了他要问我什么事情或是有些资料我还没有准备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接着讲说 这样好不好呃我现在呢真要去开会好那我大概可能要三十分钟以后或者半个小时呃或是一个小时以后我才能打给你那还是说呢你希望我另外再找个时间过去跟你聊聊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因为这样就有时间可以回家去准备你要跟他讲的事情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一些实际上你遇到这些情况你怎么样去运用跟怎么样去呃 临机应变的一个一个一个说法或是一个呃应对的方式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讲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尤其像在台湾很多的伙伴都有在用脸书对我们都在用社群媒体那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呢我们一直都呃每天花的时间都还蛮多的好都还蛮多的那所以呢在社群媒体上面呢你如何的去重新去找到这些 潜在的对象也是很重要好那这边其实我要再提醒大家因为像我刚刚讲的现在非常多的这个商家或是有一些小小商家他们都会利用所谓的这个直播好这个直播的方法在卖东西那也许你会去参加人家的直播或是去参加人家的这种线上的一个活动好不管怎么样呢你去参加活动你去参加这一些呃销售都好好重点还是在于你要去跟他建立关系好那我觉得其实 呃我刚刚讲了老板都很聪明你他也知道你想跟他呃做什么你想要找他做什么事情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前面再多花一点时间跟他建立关系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后续沟通上面来讲也好或是甚至于在互相呃认识彼此的这个信任度建立也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那呃其实这四个礼拜的活动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做网络中心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透过网络中心 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超联锁事业所以一样的每天跟三位业主跟两个潜在对象交谈每个礼拜约定至少两到三个会谈每个礼拜一次的计划展示每个月销售一到两个网站轻推一位伙伴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在持续做的哦好因为其实这一些呢就是会慢慢的累积到我们自己的事业里面去嗯做一个很好的呃这个建立的方法好那重点就是还是在于我们自己要 要维持一个勾闹的状态好上课学习我觉得毕竟很好我非常感谢各位伙伴的每个礼拜都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但是重点是我们今天学习到的内容跟方法要拿来运用好实际上呢去做这个三页的部分你才能够真的让这些事情都发生好今天虽然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次的课程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提醒大家我们要持续的去保持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好你还是要持续的去 去做我们的购物年金的一个评量每个礼拜都要做哦好然后要持续的使用我们每按的独家代理商品每天建立两个新名单每天联络三个业主展示两次的计划那继续安排转介以ABC的模式来做进行好或者是说你给自己一个目标每个月你销售一个网站销售一个数位行销产品每一季要亲自推荐两个伙伴各位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能够持续这样做下去就算你这一次大会的挑战奖还没有完成我相信 在下一次大会的挑战奖你一定可以完成好因为我觉得每一天做一点事情其实累积起来你要知道半年的这个成效是非常的这个不得了的好最重要的是你要随时提醒自己这是你的事业你不是来这边进行休闲娱乐的好要建立我们自己一个创业的思维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一定要持续的每天去做好每个每天每个礼拜都要专注的去完成 我们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好我们每天要做的就是呃研究我们的目标确认我们的目标那去修正我们的目标那甚至于呢就是像这样的课程假设你今天呃有知道有伙伴没有听到的话呢请记得在明天我们就会把这个录音档上传然后继续的做我们的312联络三个潜在对象好那新增两个名单那至少要这个做一次的这个呃会谈的一个部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大会参加我们的这个全球会 联盟系统的活动那参加我们的大会啊进行我们的这个咨询等等的好更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哎要随时关心我们的优惠顾客这四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呃在美安公司我觉得很重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讲的是顾客气人厂你就是把你自己的顾客照顾好其实你的事业真的就可以慢慢的发展出来好那我觉得照顾顾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他的订单去了解他现在的 一个这个购买的一个状况那甚至于给他一些建议好让我刚刚讲的下个月就要过年了对不对只剩下两个礼拜好这两个礼拜呢到底你的顾客有没有准备好半年货的部分你有没有开始去关心他这个都非常的重要现在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好那下个月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顾客系列课程好那下个月呢我们会有三场的这个顾客的线上的这个课程好那这课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伙伴呢 带您的过客上来听或是您自己可以带邀请您的潜在的过客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做好一个数位行销好数位行销其实不是只有 弄一个网站做一个购物车就可以其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所以呢呃我们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的顾客来学习好那如果是您是新的伙伴呢也非常欢迎您来学习我们这个主题好那注册的连结请各位可以到我们的MWC11网站上去找寻好那千万不要把这个11的网站提供给你的顾客 因为这个是我们呃伙伴专用的一个网站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在这边结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给大家一些新的思维跟新的做法那重新的去建立你跟这一些呃比较不熟啊或是完全不认识的伙伴的这些关系那我就从建立关系开始记得你要让对方能够信任你喜欢你这样子你们的合作才能够长长久久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在这边结束咯那待会我们一样会开放QA的 时间给大家做发问谢谢拜拜